前首相纳杜斯里纳吉早前挑战公正党主席 纳杜斯里安华辩论沙布拉能源公司 是否应该获得政府资助的课题 时隔两个星期终于定下了时间和场地 公正党通讯主任法米和国阵雪州 宣传主任伊珊加里尔今天召开联合记者会 宣布这场王对王辩论将会落在5月12号 在马拉雅大学举行 安华和纳吉的王对王公开辩论揭开序幕 两人今天分别委托法米和伊珊加里尔为代表 召开记者会公布辩论会详情 定于5月12号星期四晚上9点 在马大东姑大礼堂举行的辩论会将分成三个环节 除了备受关注的是否应该拯救沙布拉能源课题 还会讨论国内未来的相关课题 包括经济 政治 政府施政 发展方向等等 最后则是问答环节 辩论将以混合模式举行 除了现场观看 也会由稍后公布的合作媒体进行直播 伊珊加里尔表示 碍于标准作业程序中肢体距离的限制 礼堂大约只能容纳500人 双方预计辩论约为两个小时将在晚上11点结束 辩论会主持人将由网媒 Malaysia Gazette的记者 Hazlina Kamaluddin担任 两人认为这次的辩论能够让民众更加了解 相关课题的始末,促进民主参举别具意义 可以设计价格辩论和一位资金人 当时达尔 Anwar masuk ke penjara,达尔Sri Najib 尔Sri Najib尔当时达尔寺 但是我看得到,我们可以开始进行的课题 由来自起研究的两个派的 本次辩论的主题 Shabola能源是一家上市公司 其中40%的股份由国民投资机构持有 然而Shabola能源近期面对财务困难 引发两大政党对政府是否应该出手拯救该公司的争议 马新社电视 采访报道